哈喽 你好 我是Frank 咱们的课今天已经来到了第20节 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了 课是越学越少了 好 这些课上来咱们还是先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内容 上节课学了一个叫Oi 两个词 Boy 男孩 Toy 玩具 然后我们又学了两个color 颜色当中的新增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粉色pink 另外一个是蓝色blue 都是非常常见的颜色 而且是女生跟男生分别最爱的颜色 再接下来学了一些关于body的部分 关于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 比如之前我们很久之前学了脸face 那么face长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是长在我们的头上 头这个词叫head 然后是嘴唇lip 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些词 然后是mouth 张嘴open your mouth 最后舌头把舌头伸出来 这是上医院医生给检查时的几个步骤 把舌头伸出来 舌头就是tang 烫着舌头了 tang 最后一个词是脚趾头 脚趾叫toe toe 好 接着呢 我们又学了六个animal animal这个词表示动物的意思 这个词不需要你记 但是后面会滚动的出现这个词 所以说不记它也记住了 animal是动物的意思 首先monkey这个词 今天我们还会再讲一遍 正式的再讲一遍 因为今天介绍的就是key 它的用法 它的读音 后面这个key 好 monkey猴子 然后是goat 山羊 donkey 驢子 然后是swain 注意不要把它读成swain swain 是以n结尾的 那就是天鹅 然后是crow 是乌鸦的意思 还记得我之前讲过那个吃乌鸦 对吧 表示被迫承认自己犯的错误 好 最后一个词叫hawk 这是老鹰的意思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把这个color 再巩固复习一遍 看看到现在 我们到底会了多少种color 非常多了已经 我们最早学的color是red 红色 然后是green 绿色black 黑色white 白色 这都是非常基础的 也非常常见的 然后是orange 这个词除了表示橙子之外 还可以表示橙色的 orange 也是非常常见 然后是purple 很多人喜欢的紫色 然后是pink 更喜欢的这个粉色 然后是blue 这都刚学完的 蓝色 还有一个gray 灰色 好 你看啊 这样一来呢 如果你用英语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提到这种常见的颜色 现在咱们就都会了 所以说颜色这个方向的词 咱们已经基本可以说 已经自由了 好 接着再汇总一下body 汇总一下咱们学的这个关于身体的词 全在这了 首先从上到下 head 这是头 然后头上有什么 hair 然后头上还有脸 这么说的奇怪 脸什么呢 face 臭不要face 不要脸 face 然后脸上有 eye 两只眼睛 eyes 一只眼睛就是eye 然后眼睛的下面是nose 这是鼻子 鼻子的下面是嘴唇 lip 那整个嘴巴呢 就是mouth 嘴里面有tooth 这是一颗牙 如果是很多牙的话 就是teeth 再往里面是什么呢 tong 这是舌头 好 再看外面 头的两侧是什么呢 耳朵 ear 一只耳还记得吧 ear 然后头的下面是neck neck 脖子 脖子的再往下是arm 手臂 再往远处就是hand 手 手上有什么finger 手指 好 再看下身 leg 这是腿 然后再往下 knee 膝盖 再往下foot 这是脚 脚压 就是一只脚 那么两只脚就是feet 这是两只脚的复数 然后脚上有什么脚趾 脚趾头 to 这是咱们上一课刚学的 看怎么样 满满的一篇 关于身体的单词 我们现在全部都掌握了 所以说现在身体的各个关键部位 我们也基本达到自由了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非常重要了 今天咱们要学个非常非常重要 看强调这么多遍 真的很重要 这个东西咱们要学的叫b动词 什么叫b动词呢 b动词就表示是的意思 你像咱们在说中文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是一个好人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今天天气是真不错呀 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就是是 但是呢 在英语里面这个是啊 它还分三种 is m r 比如说我是什么的时候 跟在我后面的 它是一种是 然后你是什么的时候 跟在你后面的 又是另外一个是 跟在他 比如说小动物他后面的 哎 又变成另外一个是 一共就三种 这个is m r 统称为b动词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呢 就是 到底什么时候选择哪一个b动词 这时候 咱们先上一个口诀啊 先念一遍口诀 一二三四五 进目水乎 当然不是这种口诀啊 咱们的口诀是is m r的口诀 好 i跟m you跟r is跟着他他他他 单数都是is 复数都跟r 其实这个口诀已经非常明了了啊 但是我还要再解释一下他 什么叫i跟m呢 你记住说我的时候永远是i am 比如说i am sorry 我很抱歉 i am happy 我很高兴 i am frank 我是 frank 你永远不会看到i is frank 或者是i are frank 这都非常奇怪啊 说起来都感觉到非常拗口啊 就i am 而且i am通常会被缩写为m 就是i一个匹儿一个m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他的缩写 好接着you就是你的意思 那么you后面永远要接着r 他不可能接m 因为m是专门给i给我配的 那么这个you的后面一定要接r 他也不能接is 他就是r you are 比如说谢谢thank you 然后你会说you are welcome you are怎么叫you are beautiful 你很美 you are nice 你太好了 好这两个都很简单啊 接着呢is 这个小词你看他长得就很单薄 所以说呢 最后呢就把他就往处分发一下就行了 分给谁了呢 他他他 男他女他动物他事物他都是他 比如说it is 什么什么什么 it is a good day 他是一个好天气 然后比如说这个小狗是非常nice的 the dog is very nice 或者是这个桌子非常的重 the table is very heavy 这里面用的都是is is跟着他他他他 好这是口诀的第一行啊 那么第二行呢是单数都跟is 复数都跟r 什么叫单数呢 比如说一只狗 那就是the dog 然后后面一定要是is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是the dogs the dogs 我在dog后面加上了一个s变成复数 很多只狗 或者是goose 鹅 geese变成了鹅的复数的 很多只鹅 这时候后面就要接r怎么怎么样了 这些鹅是什么什么什么 复数的时候叫加r 单数都是is 复数都是r 好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表格啊 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呢i 这刚才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啊 i am 你记住i的后面永远要跟着am 他没有别的东西啊 i am 然后缩写 为什么叫缩写呢 就是我们在平时口语的时候 或者是写东西的时候 为了让它快啊 好记住缩写的时候都是加一个p 就是把原来那个单词给它弄掉一个字母 或者两个字母啊 然后给它加一个小p 跟前面连上 这种叫缩写 i am就是i am的缩写 好再来看第二个you 记住you可以表示你也可以表示你们 不管它表示你还是你们都加r 你是或者你们是都是you are 那连上呢就是you 然后把后面的r的字母a给它去掉 然后加一个小p 给这两个字连上you are 那么连上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your your 变成your 把它连读 好再看he 后面是he she it 他他他他 他他他的后面加的全是is 比如说he is she is it is 那连上缩写的时候呢 同样是把is里面的字母i去掉 换成小p跟前面这个he she 跟it连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he is就是his 然后后面的是she's 然后是its 好接着再看第二行 第二行咱们刚才没有提到啊 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跟他们那这显然是复数对吧 之前说了单数都用is 然后复数呢都用are 那么这里显然要都用are 我们很明显不止我一个啊很多人 we are 那连在句子里呢读得很快啊 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商场去购物去啊 we're going to the shopping mall 你看这里where we're很快啊 where就是we are going to 好下面一个they表示他们的意思 同样也是复数they are 比如说they're going to 小屏幕 同样去同样一个地方啊 they are going there they're there 这样的感觉 好了 现在必动词咱们学习完了 接着呢 咱们还要学习一个新的发音组合 来字母e跟y组合 发成e啊 就是亿万富翁的这个e 其实这里面的单词呢 咱们有好几个都见过了 比如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啊 monkey跟donkey 这两个词在拼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前面呢很容易被误导 读称monmonkey 这不对了啊 它是一个后鼻音 也就是说你的舌头跟呢 要顶在你的这个嗓子眼的啊 嗯 这样的感觉 monkey 你看这个词里面的最后两个字母 就是今天他们学的这个 发成e的音啊 ey 字母ey发成e 跟前面的k连上就是key key 这个key本身它就是一个单词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单词 donkey啊 这个词呢跟monkey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样的 不要读成donkey啊 这是don 同样是一个后鼻音的嗯 这样的感觉 donkey 驴子的意思啊 donkey 好第三个词 我们假装拼一下啊 其实我觉得前两个词 如果会了的话 那么这个词肯定会了啊 因为这个key呢 它就包含在前两个词的末尾里面啊 好第三个怎么拼的呢 加上后面咱们学这个字母ey的组合读称e 连上就是key key 这个词我们平常在综艺节目里面经常看到啊 比如说这边给你伴奏 说老师啊 给我升一个key 这个key同样可以表示这个音阶音调的意思 好 再下一个词 哎这次咱们好好评一评啊 稍微有点长 但你记住了 遇见长单词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它是不是两个单词拼在一起的 咱们先拆一下看看啊 首先看后面 b oh ball 这个ball 表示球的意思 这我们之前是认识的 对吧 那前面呢我们再重新拼一下 首先第一个字母 vvvv 然后是小狗倒个 哦哦哦的哦 这连上就是vovo 哎然后呢 了了了 两个了啊 不管一个了两个了它都读了 然后后面是ey 就是咱们今天学的这个e 所以说把前面拼上 拼起来就是vo ly 哎加上后面的ball 就是volleyball volleyball 这个很明显也是球的一种啊 就是排球 以后咱们会仔细的讲下这个词 好 接着再拼一个词 m 然后这里面的字母o呢 它就不发小狗dog 那个a了 它发成a 字母o发成a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之前我们见过很多 mother母亲那个词 好 好接着回到咱们的单词啊 前面是ma ma 后面是n 加上今天咱们学这个e 对吧 ey的字母组合发e 后面就是你 那前面是ma 后面是你 连上就是money money 这个词 大家听见好像很耳熟的样子啊 很多歌里面money 这词是钱的意思 一会咱们细讲啊 好 再接下来一个 加上一个a 这里面字母o 同样也发a的音 然后后面呢 跟前面的money 不是一回事吗 对吧 加上一个e 连上就是ni 那前面是ha 后面是ni 连上就是honey honey 这个好像也很耳熟啊 经常听到别人叫啊 honey 过来一下honey 好 接下来呢 咱把这个单词给记一记啊 其实前两个单词呢 之前已经学过了啊 一个monkey 这是猴子啊 monkey king 美猴王 然后是donkey 也是一种动物啊 驴子 之前提到了这个怪物史莱克里面有个非常著名的形象啊 就是这头驴子啊 是一个黑人配音的 说话也非常好玩 what's going on man 这样的感觉 donkey 好现在来到咱们这一课的一个新单词啊 key 这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啊 但是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意思 其他意思就搞定了 这个词就是钥匙的意思 我忘带钥匙了 生活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表达 i forgot my key ok 那么这个key呢 它除了表示钥匙 它还表示非常关键的东西 那钥匙关不关键 当然关键了 没有钥匙就进不了门了 开这把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key 由这个意思 它可以引申出 比如说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要防住对方的核心球员 所以你在看NBA的原版解说的时候啊 它在屏幕上会给你打出这么一行字 就key to the game 就是要想赢得这个game 你需要最关键的是干什么 是需要防住哪一名球员 包括我们平常比如开会的时候啊 这个key point is 这个重点是在哪 这个项目的重中之重 是在把什么事情要干好啊 这个key表示关键或者是钥匙啊 当然对于咱们初学者来说呢 只需要掌握他钥匙的这个说法就可以了 好接着这个词呢叫volleyball 刚才拼过了啊 这个词看上去很长 但是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就跟football一样啊 脚和球组在一起变成了足球 那么这个volley跟ball组在一起变成了排球 这个volley是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词啊 就是这种子弹啪啪啪 这么一起的射出去这种感觉叫volley 这样的感觉啊 那么这个volley这个词不需要你去记 你只需要记住这种感觉 那么排球是什么感觉呢 用手啪 把球给扇过去 就像这个子弹发射过去一样啊 所以说volley加上一个ball就是排球 好接下来一个词呢 这个词所有人都喜欢啊 这个词是money money就是钱的一词啊 每个人都非常需要他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呢 有钱他也不是万能的啊 有了money 没有快乐 他也是不行的 money买不来happy 这两天一直在思考啊 到底什么才能让人快乐呢 答案两个字 增量 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啊 就是很多百万富翁呢 或者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啊 他们为什么还要一直在挣钱呢 因为存量不会让你快乐 就像有的富二代啊 既出生就是趁个几千万 或者是他通过自己努力 可能挣到一个亿或者几千万 但是呢这个东西这个money 他就在那了 所以第一年第二年 你可能看这个钱很高兴 但是第五年第十年 他一直是这么多钱 所以说这个money 就不会再给你带来任何happy的感觉了 只有增量 你再去挣 比如一个亿挣到十个亿 这种增长的过程 你才会感到happy 好一个小哲学道理啊 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money这个词 money就表示钱的意思 好 接下来这个词很基础 也很重要 很常用 这个词叫honey honey这个词呢 本来表示蜂蜜的意思 但是呢 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去用它 取的意思呢 跟蜂蜜也差不多啊 就表示非常甜的东西 宝贝啊 亲爱的 这样的感觉honey 经常这个 比如说男女朋友之间 叫对方honey 或者是父母叫孩子 宝贝这样感觉的时候 叫honey 所以说这个词的生活使用频率 还是非常高的 像这种词呢 出现的次数很多 所以非常好记啊 honey 宝贝 亲爱的 但如果让你记一个意思的话 咱们今天先记蜂蜜 由蜂蜜这个意思 你可以想到它是宝贝啊 非常甜蜜啊 像蜂蜜一样的东西啊 这样的感觉 好今天这几个代意的单词 咱们学完了 咱们快速的把它过一遍啊 首先monkey 猴子 donkey 驴子 key 钥匙 volleyball 排球 money 钱 honey 蜂蜜 好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还要再给你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从20节课之后呢 咱们就要开始说话了 不能光学一些单词 咱们把它连接起来 放到句子里面 那么现在我要教给你的就是用go这个词 你可以表达出很多意思 go 什么意思呢 去或者是走 这是咱们之前学过的 那么比如说我去上学 或者去公园玩 去动物园 或者回家 我去商店买东西 或者是去看一个医生 现在都可以说了 咱们从第一个开始 叫go to school school这个词 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表示学校啊 这时候呢 你可能会回想起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 所有的这个名词的前面 都要加一个定冠词the 去限定它 那么在今天这个句子里呢 你可以看到啊 没有这个定冠词the 就说明我没有对school进行限定 所以说在这儿我使用的是school这个词的第一功能 那么提到school的功能啊 一个学校的功能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嘛 就是上学 所以说go to school 不加定冠词不限定它的情况下 那去学校就是去上学的 同时呢 这个school前面 我也可以加上the 比如说go to the school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加上定冠词the的话 那说明我只是要去到学校这个地方 至于干什么 那就不一定了 哎 我有可能是交学费去了 或者我去学校呢 我去打架去了 或者是我到学校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不一定是去学习啊 就是加定冠词the的情况 那不加定冠词the呢 go to school 就是去上学 到学校去干嘛去了 就是去上学去了 使用的是school的第一功能 区别就在这儿go to school 像这样的用法呢 不多啊 大部分的地方是需要加上the的 像这种go to school 只需要我们特殊的去记它就可以了 好 接着再看下面一个go to the zoo 这个zoo是动物园的意思 我们之前学过它 像这种地方呢 前面就要加上限定它的冠词 定冠词the go to the zoo 去动物园 然后再下面一个go to the farm 像这种非常普通的词啊 非常普通的地点 我们就要前面加上the farm表示农场的意思 在后面加上er farmer 表示什么样的人 在农场工作的人就是farmer 农民 go to the farm 就是去农场 好 再下一个go to the park park这个词表示公园的意思 go to the park 看这里面全加上the 好 下一个 咱们稍微变一个形状 然后稍微升级一下 go to see a doctor 这里面go我们知道 表示去的意思 to呢 其实刚才出现了很多遍了啊 这个小词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它就表示一个方向 朝着什么方向 去到哪 go to 往哪go啊 下一个地方就说明你要去的地方了 go to 接下来see see 表示看见的意思 er是一个 doctor 是医生 去看见一个医生 这显然不是咱们正常说话啊 那么这句话你可以直接翻译成去看医生 这时候你需要注意 并不是你去看见一个医生 而是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要去看医生 不一定在医院啊 有的是私人医生 私人诊所之类的 go to see a doctor 注意不要翻译成去看见一个医生 就是看医生 好 接下来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你看go home 它什么都没有加 在home前面比较特殊 to也不加 the也不加 直接是go home 这go home呢也是非常高出镜率的啊 比如说 这最简单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回家吧 let's go home 或者是比如打比赛 啊 投进了一个球 然后在你面前要羞辱你一下 go home 你回家吧 别玩了 回家吧 go home 然后提到这个go home 我突然想到一首曲子啊 就是 每当这个商场啊 要闭店的时候呢 都会想起这首go home 这首歌叫回家啊 好下面一个啊 跟它类很类似 叫go there 你看这也是什么有没有加 不加什么go to there 或者go the there 这都不对啊 就直接是go there 去到那里 因为there 已经表示那里了 已经特殊了 就不需要任何的贯词去限定它了 也就是说不用定贯词的了啊 go there 直接就可以了 好 再下面一个确切的说是下面三个啊 是同样一种用法 go加上一个动词的ing形式 表示去干什么 好我们看go shopping shop这个词啊 最开始名词的时候呢 它表示商店 那么shop这个词 同样可以作为动词啊 表示去购物 在商店干什么 就是购物对吧 那当你想说我们要去购物 去购物 你不能说go shop 两个动词 不可以直接这么叠着用啊 所以说你要把第二个动词呢 变成名词 就是加一个ing 动词加ing 这个情况它就变成了动名词 它就可以归属到名词这一类了 所以说shopping 在这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名词了 去哪呢 go shopping去了 好再看下一个加深下理解啊 go swimming swim这个词是个动词 表示游泳的意思 swimming就变成了游泳这件事 我去做这件事的go swimming 中间什么词都没有啊 直接是go swimming 好最后一个我去钓鱼 那么钓鱼 这个首先回归到名词的鱼是fish 然后fish这个词又可以做动词做钓鱼 那在fish的后面加上ing的话 它又变成了动名词啊 就等于一个名词 就是钓鱼这项运动这件事 所以说go fishing 就是去钓鱼 去垂钓去钓鱼 ok 学习完这个go 加上后面的一些东西啊 可以是go to school 去一个地方go to the park 或者是去做什么事情go shopping go swimming go fishing 这个时候你的口语库 你的武器又增加了 比如说你想去干什么呀 或者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去学校go to school 我们去公园吧 go to let's go to the park 现在呢 你就可以说出很多东西了 好了 这就是咱们这些课要学的东西啊 这节课呢 咱们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 从一些单词 到这个is i'm are 这个必动词 再到咱们刚才刚刚学过的这个go 加上一些地点 或者加一些事情 可以表示出很多你想要说的话 好了 那么这些课感谢你听到这啊 咱们来相互陪伴 共同成长 希望你能够一直跟着我学下去 当然啊 不要学的太久啊 别学个五年十年用不着 最多学两年就够了 因为咱们学语言的目的 最终是为了要使用它 而不是一直要学这个东西啊 ok